来我们来关战一把喀西的使徒啊 目前S1的使徒 赛季没了86.21的胜率 咒术大副哭泣小丑作曲家 呃测阵容打使徒 我觉得一来六不动 二来救人不稳 打个双岛就直接击击 你只能希望这套阵容六穿 但使徒这边 他就算抓了哭泣小丑 我觉得也不一定六得穿啊 猫咬中了 该跳过来一刀就一刀 实在不行你开出火箭我就要沉默啊 低头走路啊 这边作曲家猫有没有吃到 没吃到没吃到一波跳 那还可以啊 第一只猫没咬到呢 对于这边 使徒来讲 整个击倒 可能差不多六十秒吧 作曲家这边加速交完 应该是要倒了 哎呀要吃到了 这第一刀应该是有了 这边猫一放第一刀 往下他们一跳 跳了我猫也照样咬你 对不对 搞得好像你往下跳了 我猫就咬不到你一样 这边卡住我 哎我不着急跳 你以为想卡我板子 这个机房切记不要着急跳 你得确认他周围没板子 要不跳过去他刚好把板子一下的话呢 这边你踹完板子他又可以有机会操作一下 猫在咬中 这边一波跳跟过来 晕住 打 留下了闪现 看大副的位置 大副这边的话 位置还行 离得不远 而且大副这边是选择 不休了 省得你能够排到我的位置 因为这个时候大副其实很怕很怕使徒排中位置的 排中位置猫咬到 这交怀表都没有用 就吃一刀 然后猫往回他们一放 压住椅子 跳过去又是一刀 怎么立双刀 你救下来也是个双刀 这个局穷者经不起这个双刀的 经不起这个双刀的 第一他们牵制没牵制起来 第二的话他们后续后劲不足的 这个阵容太脆了 好像真的没看到这个大副 没看到大副的话那还行 晕住 猫再拉回来 要过半 哎呦 这 过半 我觉得还不如双刀的 那闪现没有交的 闪现过来打 这波闪现交的是不是有点奢侈啊 这波闪现交完你别说 喀西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不具备秒人能力 他不具备快速击倒的能力 那么穷者这边的密码机 其实没有受到干扰的 外面对吧 咒术师这边修一台 哭泣小手修一台 大副这边再修一台 三台机子 只要大副不被找到 你抓的是我大副以外的角色 我这边人都是买血呀 这样的话 哭泣小手待会来救人 猫 一波 再等下一只猫 再等下一只猫 这边有一孤 加一个飞轮 三孤的话呢 能够顶一波猫 三孤的话可以顶一波猫 但应该等不到三孤了 好这边 猫等你 一刀带走 没有任何操作空间 倒地 大副这边的机子 可能会干扰到 哭泣小手的机子也不够 击倒的还是够快啊 没有闪现 规律没有闪现 这击倒的真有点快 这边看到哭泣小手那边 没把击斗斗 那这边知道是个大副 这大副机子根本修不了 这大副都不是机子修不修得了 这大副 这大副说不定人都要没了 这把大副挂上 这怎么办呢 这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个局就是人家使徒打得好 说实话打得真有点好 这边放猫 有传送的 传回来 打一刀想卡住 没能成 那这样人救下来 有三成大副 这边哭泣小丑 晕 没能晕到 没能晕到 开火箭过去再救人 咒术师这里的话 干嘛呢 修机子 咒术师第一时间选择拉走 大副这边摇怀表 哭泣小丑倒地 这一波让哭泣小丑救下来的话 但核心问题还是没有用啊 我这边挂上哭泣小丑 然后我回头过去找这边的咒术师 咒术师是个挂飞 你不可能说咒术师这边的机子能修完吧 就退一万步来讲 你这个局真把密码机点亮了 我觉得这咒术师的三成孤家飞轮总得用完吧 一跳过来 再一跳交飞轮 好 可以 这波咒术师这个飞轮交得非常nice 那边的话摸起来 两个人拉开 慢慢拉扯 高分段的求生者 真的也是不容小叙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感觉这个局已经是个死局了 结果 硬生生 对吧 拖成了一个三人活口 三台机子都在这个半场 外面重新修也来不及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他们抢抢这边的机子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因为你的道具 你的技能终究是要被消耗完的一个时候的 终究有这么一天 终究有一天 你没有道具 我还有技能 拉扯拉扯的是真不错 这个局平不了 这个局是一个铁铁的多抓 只是求生者确实拉扯的够好 这怎么平啊 这三个半血的人 总不至于一个人都抓不到吧 对不对 我手里还有传送呢 再一波跳 这能跳过去吗 大夫这边起新机子 这新机子起的有点好 这新机子起的有点好 这边下一只猫好了 咒术师这边可能要被迫交 交不了啊 交不了呀 交不了一点大姑啊 挂飞 甚至这边好像还想来压大夫的密码机 咒术师在使徒面前 特别是这种想要交三成大姑的节骨眼上面 真的没办法 因为主动群在使徒手上面 传送落地94 亮 呼气小丑有个飞轮 哇 这把密码机修完了 拉扯的是真好 飞轮 净力了净力了净力了 对 使徒 使徒是大部分控制角色的亲妈 什么 古董伤 也打不了使徒 就使徒操作得到 咒术师 还有教授 唯有勘探员 勘探员是真的厉害 事实上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